所以其他同學來 趕快 方便的時間 趕快被挑走了就沒有了 趕快舉手 好來 你幾點 幾點 5點20 名字 你月庭 木子裡 月飛的月 哪個 月飛的月 月飛的月 超頂的庭嘛 這樣子嘛 對不對 然後家庭的庭 家庭的庭 這邊還有個帽子 李月庭 好來 還有其他東西趕快 流雨節三點 三點 名字呢 老金刀流 宇宙的魚 等一下 老金刀流 然後呢 宇宙的魚 然後捷運的節 捷運的節 流雨節嘛 好 那還有呢 2點20 2點20 名字 楊超去 木一陽 朝頂的朝 朝頂的朝嘛 然後 左邊是 飛行員 右邊是力量 左邊是飛行員 右邊是 這是勳嘛 對不對 揚朝勳嘛 好好 還有沒有其他的來 四點 四點的話是名字 盧德燕 哪個盧 盧廣仲的 這個盧 再來呢 道德的 日安燕 盧德什麼 燕 日安燕 上面太陽日誌 上面太陽的日誌 然後在哪 安靜的安 安靜的安 OK 那個盧德燕 好 還有沒有其他的 來 1點 1點名字 製造大衛 VLS 製造大衛 製造大衛 誰 來還有沒有其它人 4點20 4點20 然後名字 王軍 王就是那個 旺的王 金 金 然後 這呢 云 primeiro 那個很重的那個菌 那個 金褲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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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是這個 這個 是這樣的嗎 黃菌 右就是右邊的右 右邊的右 這樣黃菌右 好還有沒有其他的 十二點 十二點名字 五字齁 三點水 三點水 然後呢 四向的字 四向的字 寶蓋宏 寶蓋宏 五字紅 OK還有沒有 全部都選了 好沒問題的話 那來 你可以繼續 好 謝謝 好 就是剛才講到那裡 就是 發現機器學學的效果 其實沒有很理想 尤其在內部的部分 就是 這邊其實有一個裂縫 這邊裂縫是我要找的下次 也是基本上肉眼就很難看到 但是機器學習告訴我說 那邊其實沒有瑕疵 然後在 在這一種類型的瑕疵 就是也是沒有得到很理想的結果 下面也是 所以我放棄機器學習的效果 我就是重新用傳統演算法下去做影像處理 對 然後 因為 我後來 就是我後來發現說 之前拍的 圖片有一點過於暗了 所以說 我重新拍了三百張 然後 因為我知道 就是我在找那個 瑕疵的過程 我會用到HSV 跟 Black & White的Threshold 然後我知道HSV 對光線很敏感 就是我上學期講的那個 那個 那個叫什麼 寫廊世紀的 寫廊世紀的測數 我用的是HSV 我知道它的光線很敏感 所以我升級了一下我的環境 所謂的升級就是把它墊高 因為雖然說板燈 就是這是一塊板燈 雖然說板燈的光它是打均勻的 但其實在中間的部分 它還是會比較強 所以我就把它稍微墊高一點 然後讓它下去拍我的 樣品 然後這是我拍出來的結果 就是 一開始在 Outside Outside就是比較 外圈比較 就是它外圈的地方 有裂縫的部分 然後有被我找到這樣 然後這個也是外圈的跌縫 這個也是外圈的跌縫 這樣 對 然後這個是比較小的 在這裡 然後瑕疵有被我找到 OK 但是在外圈的其中的一個瑕疵 就是差不多在這裡的位置 這裡還有一個瑕疵 我倒很難看到 對 這裡還有一個瑕疵 然後因為它死焦了 所以說我沒有去找到它 就是它 因為它是一個弧線 如果說我其實是對焦在中間的這個部分 所以其實它失焦了 它沒有被我找到 然後後面會講說 我到底是怎麼克服它的 OK 所以在4.2就是 就是在內部有裂縫的部分 就是這邊裂縫的部分 就是我有成功找到它 這樣 這邊都是裂縫 裂縫的部分 裂縫最難找 所以說 因為就是在它給的10個樣品裡面 4.5.6.8.9.10 其實都失焦了 就是我沒辦法找到它的瑕疵到底在哪裡 對 直接是失敗的 然後 在內圈的部分就是 厚 就是厚的地方 然後我有成功找到 這樣 反正就是 磁鐵上的各種瑕疵 然後我要想辦法把它 綠出來 用演算法的部分 然後 然後 原本都成功了 但是在3.6的時候 太淺了 對 就 沒辦法 所以說 怎麼辦呢 就是前面 前面這邊 都很深 就是這個 我知道都黑氣嗎 我看不到 就是前面這邊都很深 然後都有找到 可是在這個太淺的部分 要怎麼辦呢 就是 因為它的顏色不一樣 所以我必須要用另外一個法子 去綠它 對 所以我就再加了一個 水退休 然後沒有影響到之前的 那我就成功的把 較淺的跟叫聲的輪廓也找到這樣 然後這些是樣品 這是印在後 然後 其中就是找 CityA瑕疵的過程中 涉及到 就是 我用了HSV 然後 也用了Dination跟Erosion 然後發紙 這樣 然後這一個部分就是 在這個邊 這部分我也有找到 然後 當今天我對 一張影響進行HSV的時候 其實我得到 就是找到一個比較好的結果 會是長那樣 但是這樣子 顯然的圓圓不夠 因為它旁邊還會有一些雜質 所以我第一個直覺就是 先Dination 然後再Erosion 就是先把它做一個Closing Closing之後我就會得到一些比較漂亮的結果 然後我就可以找到它的Contour 這樣 對 這是我進行的過程 對 然後 這個是比較淺的 內 內衡這樣 OK 所以說在那個 79 在第一批來的79個瑕疵裡面 就是 我成功找到了72個 然後 老闆就說 不行 就是我們的成功率 不能只有72分之79 然後0.84 他說成功率太低了 不行 我們的成功率至少要提升到 96 就是0.96 OK 所以說我找我朋友 長的路要走 他說至少要 趨近100%才可以 所以說 那我就想 那些就是 失焦的部分 我真的是無能為力 那時候 就是想說 那到底該怎麼辦 他就失焦了 失焦了我就真的 沒有辦法 那後來就是 那個 惚映仁者裡面 那個 名人在學那個 螺旋手裡劍 大家有看惚映仁者嗎 有點個頭讓我看一下 好 大家都知道 就是他在學那個 螺旋手裡劍的時候 他就問卡卡西說 那一個人要怎麼同時看左邊 又要同時看右邊呢 卡卡西就做了一個最簡單的示範 就是他用了一個影分身 對不對 他就一個看左邊一個看右邊 他就簡單了明人的問題 他就想說 然後我這個問題是不是也是一樣 既然我用一支鏡頭會失焦 那我就再用一支鏡頭 OK 其實這也是 這一個事情 這裡的話 改成 加個percent 加個percent 對很好 然後這裡的話 since改成with with 對 這樣出 好 所以說 最後就是改用兩站的方式 就是我在尖端的部分這邊對焦拍張 在尾端的地方對焦拍張 這樣子所有的瑕疵都能被我成功的克服 對 其實就是跟之前那個 跟那個塑膠 不是塑膠 就是那個 血狼刺激尺寸的檢測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影響 就是之前我講的那個研究 血狼刺激的檢測 就是塞棉花那些其實不管用 包括襯重的方式也不管用 就是課長上有人提到說襯重 襯重的方式不管用的原因是因為 盒子有公差 然後那個每一片血狼刺激也會有公差 所以可能盒子的公差 就抵得過兩片的那個血狼刺激 所以襯重的方式其實不管用 不過襯重事實上是可以的 你要把它歸零 你要用電子棒蹭 然後呢 盒子放上來 然後你把它歸零 然後呢 再放重量 對對對 所以就是跟教授講的方式就是 客不回饋我們公差的問題 然後我們最後有回饋跟他說歸零 只要歸零的部分就可以用襯重 然後這可以當作檢測站的一個部分 OK 然後 剛才講的 重點就是我在跑RUN的時候 我在包圍智能的時候 聽到兩個博士說 你既然那個 比較少的血狼刺激 你會倒掉會失焦 那你要不要乾脆就是設兩站 一站是他站立的時候排的 一站是他倒下的時候排的 所以其實那時候就有給我靈感說 那我在失焦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用兩站的部分下去找 就有點像是經驗的累積 然後分享給各位這樣 總而言之呢 就是我設完兩站之後 像這些這個是一個裂縫 如果原本他是失焦的話 我是拍不到他的裂縫 然後現在的話就可以這樣 對 所以就克服他這樣 然後我就 找到所有的瑕疵了以後 就是會有FORCE A RUN的問題 就是因為他給我的 Good Sample Good Sample中 就是這是一個好的Sample 但是好的Sample其實旁邊有缺角 對 然後被我的演算法找到 所以說到時候就要進一步跟客戶討論說 欸 那這到底是好的瑕疵還是不好的瑕疵呢 像這個 這邊有一個黑點 然後 他本來被格列為好的Sample 所以要跟客戶討論一下 對 然後像這個 這個也是就是白點 就是 他這個磁鏈上面會有白點 然後我用指甲去扣 用手去摸 都弄不掉他 他有點像是一個深坑的 就有點像是小洞 然後纏住了 然後這邊也會再跟他們討論說 欸那這個Good Sample 到底是 好還是不好 不過後來這個案子好像就是 給那個另外一個人負責這樣 喔這樣子啊 對對對 所以另外一個同事現在在做什麼 Maybe 但是客戶有要嗎 還是不要 這可能就要再問老闆了 好啊 後續的事情 他又塞給我新的東西 真的啊 好好好 對 然後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那個 Elix的幫忙 就是 當我今天在拍黑色的東西的時候 我 理論上直覺會說 欸白色的背景會比較好 因為它會形成對比 然而事實上不是 就是當今天我在拍黑色的物體的時候 有時候我用全黑色的背景下去拍 反而能拍到更多的細節跟detail 對 就是這也是一個在影像偵測處理上面的一個小經驗分享給各位 就是不是拍黑色就一定要用白色背景 有時候拍 用黑色背景拍的話反而會比較好 所以你有真正拍黑色背景的那個 還沒有 我被抓回去公司的時候就被抓去拍另外一個 但是那個Elix有秀給我 一樣是拍那個黑色的物體 但是黑色跟白色背景 黑色的細節會被圖顯出來 我有看到那個圖這樣 有成果 好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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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然後最後一頁是方法步驟跟結果 可以參考 好 這方法步驟結果都給大家看一下 對 這樣是謝底 沒關係 同學要記得 好 重點是你們要記得這頁 我們不知道是這次考還是下次考 好 下一次的時候這個可能會佔六分 就是 方法我用HSV跟 跟 跟Black and White 跟Closing 就是這是我用的方法 那步驟呢 就是我先拍一張要命的圖 然後透過影像處理去找到那個瑕疵的輪廓 OK 然後再Present出結果 那結果就是我找到了磁鐵的瑕疵 這樣 OK 教授5點12我放個消耗 好 放個消耗 好 我們這兩刻到這裡 好 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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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